在泰國有隻嬌小玲瓏的薄梅犬穿上武士裝之後 馬上激發武士魂 一舉手一頭足都很有味道 主人還精心為他搭台子進行各式特技 看起來平常就有在練 最後還會拜年是在蒙爆了 猴年到 台灣圍雕大師陳鳳顯雕刻0.1公分小猴子 這隻捧著粉紅色瘦桃的小猴子 有猴彩桃、成桃鮮銳、吉祥長壽的意思 表情與動作都顯得活潑淘氣 以樹枝為材料 站立在直徑0.2公分的HB鉛筆心上 小猴子顯得渺小 陳鳳顯說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小的雕刻猴子作品 拿米粒來比竟然比米粒小呢 這隻世界最小的小猴子 必須透過放大鏡 才能獲得這一厘米世界中的奧妙 小猴子 小猴子